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之後我停一停 還有沒有 OK 好 超快 超快十年前 好 先一個個案分享 為了保障私人 就是我的朋友的個案 就不關我的事 如果沒有個位來出聲 如果一個十二歲的男生 臨初很流離普通話 他來到香港 在這個環境正中間出現了 但是完全找不到他的家人 你猜他最後會怎樣呢 那他應該很可能 他最後可以在香港拿不到忠援 但是每個月都有些錢給他 另外他都應該會有舒服的 還有他會不會在公衛院替身呢 都應該可以的 但是就不是有免費子 而是每一次都會回到他 那其實變相一個類似懷仔事件 只要完全不出現他家人的話 那我根據我聽到的經驗 其實可以留在香港啦 可以有舒服啦 可以有醫療的 一個我分享給你各地 第二啦 我都想讚讚 張極東 厲害啊你 真是撐到現在 厲害啊 那第三呢 我到現在 我有點覺得是偽命題來的 不要介意啊 就是以社工的價值觀來套著 對著本土派的行為來講呢 那我怎會 怎可以拼得來呢 其實根本都拼不來 那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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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優先 那是誰呢 香港人優先 那是誰呢 那另外就 可以不直接回應我 那是私下會 我想問一下 梁敦忠先生 你剛才說你沒有政黨同體 在說 或者事件 那是民主的男神 那是怎樣呢 為什麼沒問題來講 你可以不用答我了 第二樣呢 就是 文化大革命 那個革命和革命 革命應該不一樣 正如共產黨這個左派 我們會不會 跟另外的左派 在一起呢 我會覺得奇怪 不說那麼多 各位大家 好 那有人想說 你有沒有回應 你有沒有回應 不回應了 OK 好 我是一個剛剛 畢業讀過 社交服務的學生 其實對於華仔這件事 很多人都是用情理法去講 但是對於我來講 其實我不想用法律去講這件事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都說 他發一發 所以他不應該在香港 那其實他非法逗留 那我就不給他 我就不給他去書 那他犯了罪 但是我想說 為什麼我們要跟法律呢 是不是我們一個agreement 是不是我們去 我們都認同這個法律先 其實我是想說 如果我們背後的理念 我們是認同這個法律 譬如我們agreement 那間我不殺人 因為我不想傷害到一個人 所以我不殺人 我覺得OK的 你可以跟這個法律 但不是因為 有個法律講解不可以殺人 而我不去殺人 所以我覺得不可以 因為從法律這件事去講完 就是這件事 我想用人權這件事 因為其實人權 是我們agre的 我們agre不想去弱勢社群 我們agreement人 是有個基本的權力 去有書讀 或者去有一個 不是說優質 但是一個基本條件的生活 的一個requirement 所以我覺得我不想 從一個法律的角度去看懷仔 而是從一個人權的角度 好 其他人 好 有人想說 是的 好 我是書人社工 這是free的同學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都會想究竟甚麼叫公義 我相信在座 如果作為社工 或者社工同學 都不會否認一點 就是我們需要關心弱勢社群 但是我們會不會有一個責任 去維持在一個福利制度 或者制度下面的穩定性和公平性 我相信懷仔站了出來 所以我們知道 他有一個這樣的case 這個社會會不會沒有同樣的case 或者同樣需要 去等待一些機會去幫 去被人幫的一些人 或者好像難民 他們是不是都需要讀書的權利 現在有一個人走了出來 因為他這麼公開 然後所有人一窩蜂去幫他 在這個制度下 或者在一些輪候著 同樣的一些福利 或者一些幫助的人 那對他們來說 又是否公平呢 其實他們都是若細 另外就是 我會想的就是 給居留權拒 是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即是 他畢竟都是大陸的公民 而且相傳有固執 那在大陸又有沒有一些制度可以幫他呢 究竟我們首先想 或者是第一時間想的 是不是就是 你需要幫助 那你來香港吧 香港幫你吧 我不是覺得 香港人優先 而其他所有需要幫助的人 都不理他專門外 而是 那個界線怎樣定 即是 需要幫助的人很多 但是 對於他 或者對於我們來說 來到香港 給居留權 他 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去解決這件事 OK 明白 當然 記住一個問題 現在沒有人說給居留權 我覺得底線 較為小社工界 是在說 現在他拿走街址的時候 應不應該給他讀書 即是在未… 有些說法是這樣的 本土的說法就是 現在他都圍著大陸 扔回大陸先 讀書 回大陸讀 但現在在說 就是 權 他留不留在 其實是由入警察去決定 也有去考慮 查他的情況 不過在查的過程 如果有一段過渡期 是較為長的時候 應不應該都乃念 他那個人權的角度 是給他一個這樣的過渡去做的 但當然你說 喂 我能給他 會不會給他其他人呢 那是一個制度的公平性 是要考慮的 但如果你當作是很特殊的 有特殊的原因 有humanitarian grounds 的時候 各個個案子不同 那你就要去檢視一下究竟 他存在了些什麼 humanitarian grounds 包括覺得 他九年在香港 那個構不構成一個 都足夠是一個人道的理由 這是他直接討論的 他說 九年就不夠了 三十年就夠了 這樣 這個 即是這樣的討論 其實我覺得大家要想一下 究竟我們的線 我們有沒有想法 我們大家可以接受的所謂 人道的原因 其實是什麼 有沒有一些這樣的想法 因為剛才是 譬如說 他假定是無父母母的 他這樣下來 假定是真實的話 他有九年在香港這樣做 已經沒有上學的話 然後 將來如果要戒回去 根據這樣的做法 那麼他要跟回大陸 但是過到期的時候 是不是都應該給他呢 這種觀點 可能都值得想 但是九年他在這樣的時候 扣不扣成了一種 這樣的人道的理由呢 那不是好 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 如果這樣的話 香港就很糟糕了 即是 以前王翁說的 抵擂政策就是 那個時空不好 那時候需要勞工 現在香港不是嘛 等等的事情 都值得想一下 但當然有些人的說法 其實香港現在 很多新移民是在填補著 在酒樓、清潔工 沒有人做的事情 其實如果沒有了這些新移民 其實香港人很糟糕都沒有頂的 因為他是在填補著 很多的空缺都沒有頂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想一下 究竟問題在哪裡 很複雜都沒有頂的 OK 好了 還有兩個 那我是阿安 那我有幾樣東西 想是提出一下 那老師們如果有些意見 可以告訴他 都可以的 那第一樣東西 就是我覺得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或者一個人 或者一個社工 那我想一下 其實你是弱勢 那小朋友 就是那個懷仔 是弱勢 但是哪一個是弱勢呢 那還是其實 假設 在政策裡面 我們雖然有機會 是一個社工的身份 我們是不是都去弱勢呢 其實 我們跟一些官吵 我們是不是都去弱勢呢 所以其實 有機會弱勢的 不只得一個 當我們給了一個權益 可能有人說 因為他有讀書 可能因為 他突然間被人安排 在一間小學那裏 就可以 我不知道是他自己選 就是別人選給他 所以可以讀 但是很多小學 可能升上去的時候 都是沒有機會 讀回原區 就是本地的居民 那他們是不是弱勢呢 其實我們可以想一下 那第二樣東西 就是暴力 其實什麼是暴力呢 大家提起本區的狀言 我是不是兩邊 都不是全部 那什麼是暴力呢 其實 當日這個金鐘 為什麼會有那裏的佔領呢 是因為有人跟警察抗衡 最後殺出了人道 最後才一起在那裏 就停留了 最後都做佔領 究竟和平還是暴力呢 我們怎樣看呢 還有剛才有老師說過 被人搏濕你的頭的時候 我去黨 這樣是暴力呢 去到現在為止 究竟本土派是否暴力 我都不可以確定 因為我們有沒有被人去其中 證固一些 或者新聞所說的衝擊呢 這個字眼 其實本土派只是去到小學門口 大聲一點說話 還有要貼飄語 那他們有沒有做一些 不傷人的事呢 還是其實我們 有時候我們說 補決政改我們去到 我們都是站在立法務前面說 補決政改 在大口號 我們只不過是 比較整齊一點 還有沒有那麼亂 沒有那麼多旗子 周圍一樣一樣做 那其實這個 是不是就叫衝擊呢 衝擊大家覺得是 什麼來的呢 有些台灣的 有些衝擊其實是 直接衝動去打人 那些大家 是呢 這兩個暴力的程度 還有呢 法律 所謂法律 其實我覺得 其實法律 如果大家是Buy的話 其實法律有機會是保障了 本地對民線的 那是否法律 就是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呢 我們有沒有真的調查過 政府有沒有已經調查清楚呢 還是它調查完不公佈呢 我們又未必可以說 其實他們沒有調查過 所以就不應該當法檢犯了 因為我們很多事情都未知道 所以我們不可以下這個結論 好了 OK 差不多了 好嗎 因為呢 這裡是十點鐘 不過呢 我很想看看還有什麼人要說 然後呢 最後一個回合 你舉了手 就認住你 然後就說 說完就 因為我這個場要交給浸會 然後就 要長話短傳 簡單到point 你只是講個point 告訴我 你怎麼看 很簡單的做法 好嗎 就一個回合 好嗎 台上的嘉賓 最後有沒有回應 沒有回應 我們今晚就散了 好嗎 因為我知道 十點鐘 可能有人要走 變成如果你有興趣討論 就離開這間房間 自己再吹嘴 然後不同的grouping 自己這樣做 好嗎 一個 這裡還有沒有 邵家樽 陳肇銘 後面三 四 五 光仔 好 六個是這麼多了 不好意思 好 就從誰開始講 陳肇銘 剛才有沒有說過 沒有 陳肇銘 OK 六個人自己認住這六個人 這樣就講完 OK 其實一開始那個議員對立 我自己不是很主張的 甚至就是本土和所謂左交 我都見到很常用左交這個詞 因為左交被人 變解 但是打得太多 就是一個很負面的標籤 那其實應該說清楚自己的立場 例如 說著 什麼是本土 以前 現在被打為左交的 保立陳敬輝 04 當時做皇后天星 那些都是很本土意識的 為什麼 那些是不是本土呢 還是 剛才說的那些議題 雙非自由行 我又不太聽到 平時我認識所謂的左交 很同意雙非政策 或者很同意說 不如放多一些自由行動 其實他們都可能反對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某些議題 澄清自己的立場 多過你用的標籤 如果還要回答錯 我講話 其實是有政治的背景 為什麼不斷被人打錯 靠這些東西 其實是有政治的議程 還有一個多一點 就是和理非非 經常說 一本都一樣 就是派對和理非非 都不太簡單 否認和理非非的奉效 為什麼過去這麼多年的民生政策 改善呢 比如近期的交通津貼 或者最低工資 沒有所謂所謂勇武的工作 但是為什麼會有 policy change 是不是和理非非之類的成果 聽話師 過去的民生政策 為什麼會有改善 其實我覺得這個要浪 就是不可以這麼簡單 或者你說勇武這麼厲害 那我可不可以立即 不如我都勇武 如果勇武出來 可以令到樓價租金不斷跌 或者香港不斷廣房 一起來勇武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這裡要聽得清楚一點 好 第一 好